等於D的就是4 1的話就是D1 所以這個等於是剛剛RangeD1一樣 那如果都是4的話 將來可以怎麼樣 把它抽離出來變一個變數就好了 以後呢 那個變數就是給4 全部給3全部都改了 給5全部都改了 所以為什麼要改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看就知道 再來的話 這個數字有沒有 C可以改成數字改4 這個可以改成4 有沒有 然後Field可以改成4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個神奇的數字 就是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以後呢 如果這個位置通通改成一個變數的話 那全部 就可以改過了 OK那這邊也可以改成4有沒有 反正只要C的地方改成4就對了 就變成第4 第4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Review一下好了 1對不對 2 3 4 5 都是改4神奇的數字 好 那實際上這個數字可以改變數 就是R R等於多少 R等於3就變成業務 R等於4就變成產業 R等於5就是產品 以此類推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我改完了對不對 基本上程式都沒有寫 那沒有沒有改什麼 只是複製貼上 改這個地方而已 那我們來試試看 按F8 第一個是先刪除 如果有救的話 先把它刪掉 只有一個菜頭 然後再來就是 選取他 然後Copy一個在前面 再來的話 根據產業別 有沒有產業別出來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要知道現在有幾列 幾列優標回來 6列沒錯 6列 但是第一列是藍位明 所以從2開始 然後呢 分別怎樣 新增一個 那因為我是從4 所以呢 是先把它改成金融 然後副 再切回去 篩選 篩選 然後取得資料 優標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金融的部分